身体所跟五半贴合的位置 这是右转 所以当我们在进入左转系列动作的时候 我们要感觉我们的左侧身体 更往我们两个人身体里面去了 逐渐去了 我们的身体的左侧 更多的向你去支撑对方 那我们的腿更向外面去环绕对方 取决于这个左转动作的转动的幅度大于小 如果幅度很大需要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让左侧对左侧 如果不需要 没有那么大转动的话 可能就是左侧和中间去向对五半 所以比如说我们在跳并腿撇转的时候 女士可能要改变得多一些 男士可能并不需要太多的 去把你的左边转向五半 一点点就好 这个时候他的右腿可能就会更自由 他就可以通过他的宽关节 他就可以通过他的右边的宽关节和腿 来制造一个移动的空间 来给男士 而这样他才能保住 他的一个斜向的一个身体位置 如果他用刚才我们的右转系列的这种身体贴合位置 去跳刚才这个左转的并退步的时候 所以当如果你的身体位置 用到刚才右转系列这种贴合的位置 去跳左转系列动作 很容易你的身体的重量和头子重量 就会导向对方那边那侧 所以我们来用两个动作 Fall away 并退步 然后接双左转转 这两个动作的连外对的练习 属于尼 bailい 是的 点最后